早安 今天是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沽》 今早我们有枯涛征圈的首席分析师譚茨洛 和谭海雲陪你一起开始 阿努今早大事是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大事是什么焦点? 下降的憧憬非常大 或者基本上是坚信一定会减息 我相信联储局的确不会突然说不需要减息 但问题是有几英有几夹 究竟有几夹还是会不会被想象中凝 市场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其实特别说 如果你看整个利率期货 我们不是只看9月18日 就是说下一次9月减多少 大家估计多数都是四分一厘 如果市跌多一点就是半厘 都是大家这样估计 就算老实说 联储局主席华尔 这个星期说的事相对比较英 觉得减息分有利 但如果美股跌很多 大家都知道它之后的态度会改变 因为距离减息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他们对经济的判断 究竟衰退的风险有多大 这些看法 这个值得关注 另外一方面 美股上已经发布了很多业绩 例如纳资秋红上 NVIDIA还没出业绩 大家熟悉的 或者我们经常说的 美股上 绝大部分都出业绩 但这段时间 怕经济衰退是怕什么 很多时候就是零售市场差 怕一些利率过高 拖低经济状况上 所以上周美国出了零售数据之后 市好很多 但这周你留意很多百货公司 例如Target Maisy 大家少留意 这些零售股 这个周期也陆续出业绩 所以业绩上 美股上也要关注 至于港股上 更加看业绩 除了上周腾讯 阿里巴巴出业绩 这个周有快手 小米 陆续续不同 各行各业 业绩会出业绩 所以港股上 更加看业绩的整体市场气氛上 我想也是反复上落居多 港股的业绩上 我想短线来说 业绩上的关注度会比较高 但大市的成交金额 我觉得也是维持在目前的偏低水平 好 阿努也说得非常详细和清晰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周五做好 标指连升7个交易日 金价创出历史新高 美国新屋动工的数据差卦市场预期 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要低开 但期后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好过预期 指数转升 道指收市升96点 收报40659点 升幅0.2% 纳指升0.2% 收报17631点 标指升幅0.2% 收报5554点 欧洲股市各别发展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跑人大市 升1.9% 现货金创新高升2% 突破每盎司2500美元 看看焦点科技股的表现 Tesla先跌后升 收市升1% Google和苹果股价向上 NVIDIA升超过1% Coinbase升4% 以以托证圈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目股ADR 普遍做好 京东ADR比本港收市高出8% 京东ADR是升8% 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5% 而百度比本港上的收市高出3% 看汇控 比本港上的收市高1% 比较迪比港股收市高出0.9% 阿泰区外围方面 早段方向不明确 日经平均指数轻微向下 最新跌13点 38,049点 首义绕合指数跌4点 晶尼普通股指数跌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超过1% 新加坡交易港股黑期 最新升13点左右 恒指17,5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本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和阿诺谈谈谈美股的情况 数据未必说是你好的 我继续参差去形容 但美股是继续兴奋的 先说新屋动工的数据 7月份跌6.8% 市场预期原本是跌的 但预期的跌幅是1.5% 今次的跌幅就比市场预期高 另一个数据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密歇根大学8月份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最新数据67.8% 市场预期只是66.9% 两个数据一个好过预期一个差过预期 美股就是继续炒好消息 就继续做好 其实上次阿诺上来是8月6日 刚刚是黑色星期一之后 当时它已经叫大家 七红可以博反弹 策略怎样做呢? 用黑色星期一的低位做止洩 结果NVIDIA由当日大约100元的水平 去到上星期五就已经升了超过两成了 现在看到债息和美元是继续下跌的 美股是否可以继续看好呢? 是的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这段时间的消息 你应该这么说 只要冷静了一段时间 我们上次是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一 星期一这样去博反弹 8月5日博反弹 这些纯粹只是投机性策略而已 实际上我自己真的做分析 我也要冷静两天 但冷静两天之后 你会发现经济衰退的风险是大了 但其实是合理的 经济热了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但问题就是说经济差得多紧要 会不会出现一些爆破 bubble 或者今年一些热炒AI主题上 风险一定有的 但所谓的风险 我们暂时看到就像Cloudstrike的营运风险 不是说这件事不实在 说泡沫高值太高 甚至说指数比较平衡 例如S&P那些 股值昂贵的 但未昂贵到两个标准差流上 所以指数现在当日处是一个修复失地 如果不是纳资那些大型的科技股 是说反弹普遍 0.6100左右 就是整个历史高位跌到 8月5号的低位上 0.6100左右 S&P那些比较多 导致那些都差不多 收腹得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反映了些什么 都是跟着经济数据行的 而你看看近期的经济数据上 昨天你刚刚说的 即是上去星期五 你公布了两个数据 一个好一个坏 建筑就差 消费信心就好 但其实如果你看回 真的由五号开始计算 那些数据 全部都是你好的 即是无论是零售数据上 各方面的数据 唯独是建筑行业 建筑行业差 其实你又可以合理的 即是为何这段时间 由高位突然跌下 为何经济数据突然忧虑加大 就是利率过高 即是你在说利率过高的情况下 特别对于建筑行业来说 影响一定大的大家借钱 即是买那个 又要靠市场利率上 去影响它的购买力 你做那个 亦都同样地 利率上是整整他们的 营运成本来的 所以你说利率太高 所以导致经济衰退 风险加大了 但随着近期的调整之后 联储局的态度都改变了 当然现在未知他说什么 但基本上现在市场上 根本就是买重包单 就是说他说的态度一定会变 不会突然市况升上来跟你说 我的经济还很热 不需要加息 真的不需要减息 它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减息的幅度有多快 这个我觉得短线来说 要判断一下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就出现一个叫做 股债砌升的实际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牛的信号 我觉得短线来说 可以继续考虑 甚至有机会破战那些高位 所以说纳资初红 我觉得仍然是最主要追捧的对象 在美股上 始终离不开科技股增长 成为升市的龙头 相反地我认为 罗素2000的股份要追捧 国别西架股上 因为主于美国减息的周期 的确是升得很夸张 在罗素2000 你选择永远最强势的股份上 这几个月上很夸张 很多升几倍 不要炒那些 因为那些是懒的 要么就买罗素2000 买回纳资初红 会比较好 但如果说 没理由什么都会买 你总会有些 太多会乱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追回纳资初红 例如MAGS 有些ETF 转追这七个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选择 但你会发现 无论之前说的MAGS 也好 S&P 也好 纳资也好 股价走势 都是大同小异的 甚至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始终市场的气氛不差 不是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衰退优虑 美股短线来说 不适宜股顶豫 是 好 你也是建议大家 继续主力留意科技股 你刚才给了一支ETF MAGS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NVIDIA 下个星期公布业绩 即前的部署 你会见不见吗 买 买 买 当我们看好立资初红的时候 立资初红里面 最强劲一定是NVIDIA 当然我们说 买立资初红的ETF好一点 你分散了风险 不会只是在单一 营运上 这个实际上一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又回到 立资初红里面最强劲的一支 当然这段时间NVIDIA 也有些负面消息 包括提供backworld的延期 但是你想想这段时间 业绩期发生什么事 你如果看立资初红出了六支 六支当然有点好有点坏 就是股价表现 不是只说业绩很坏 你会发现有个共通点 就是说出完业绩 绝大部分业绩后股价要跌 或者表现比较差的大市 普遍的共通点 都是说capx比预期更高 他们的资本开支大 要买AI 要投资AI 买芯片 你想想开支放在哪个上面 就是NVIDIA 所以NVIDIA的业绩 基本上你不会担心突然转差 公司的钱不会突然间蒸发 如果是Berrell延期 资本开支就小了 所以你简单一点 未必会说资本开支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NVIDIA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估值贵 但是问题就是高位调整 也调了不少下来 你说有没有条件破定 如果业绩比预期中再强些 那你的预测性率又再推低一些 估值自然又上去 所以业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你说破不破定 我们业绩后才清楚 但是从投机性 业绩前买一定是投机的 整年时间 那么多时间你买 你要业绩前一个星期才去买 但问题是投机 我觉得整体研究也算是低博 所以我觉得 如果純粹问NVIDIA 怎样部署 怎样买 我觉得定个指示位 如果你在这一刻的指示位 我觉得可以参考 118元的位置 比如看图上 就是之前的小箱顶 就是整个颈线位 如果你穿118元 你便开始害怕 但是我觉得 甚至在中线部署上 简单点 我们也鼓励定投 月供 那些 NVIDIA暂时 不一定会拉到月供 每个星期吸收手 一股一股地买 我觉得NVIDIA 也是暂时短线值得留意的股份 是的 不过 现在看到NVIDIA 市场对它的季绩的预期 无论是收入和盈利 预期已经超过100% 就是预期会升一倍 又是否担心预期这么高 未必能够得到呢 而且也要看它对前景的展望 看法 不过Arnold也说 是偏向看好的 其实 保充点市场不是麻木股 这些预期通常都是由近有矩 特别美股为何这么强势 就是说数据上的透明度 譬如你刚刚说的 Microsoft Tesla Amazon 那些 整数据中心的CAPEX 加了很多 你看看它们的CAPEX 的资本开支全部都一倍 升上去 所以那些钱 就不会突然间 无弱 就是数据是平衡到的 所以我觉得 跟出现市场 与其落差很大 你会发现 七毫其实永远落差 都不大 最影响市场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收入 比如资本开支 或者说毛利率 这些可能跟预期落差上 会相对比较大 但是会不会NVIDIA的毛利率 突然好像SMC 不断下跌很多 很低水平 始终的机会非常明明 因为始终说 它那些芯片 不要说Backwell新投放 那些都不知道 但你现有上面那些 波如鱼片干得干 即是芯片 GPU全部这么难求的情况下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势的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Ano的建议 作为一个部署 他的建议只虧为$118 可以作为参考 好 我们谈谈金价 创了新高 上星期五 每盎司的现货金升到2% 上升到2,500美元 创出历史新高 有几个原因 第一 就是现在在憧憬联储局9月减息 无论是减半厘还是减四分一厘也好 都是啟动减息 未会受压 落到102水平 利好金价 这是第一 第二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避险资金流入金市 第三 据报人民银行向本地银行 提供新一批进口黄金额度 但是背景就是黄金 今年至今升了2成 金价最新看法 你有更新的吗 都可以继续提好 但问题就是去不去买 之前说的有些太好 例如NVIDIA 測虚外的太好 直接买 但在金价上 你这些位置追老实说 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刚才你觉得对 就是三大主要因素 第一方面是美国减息 但问题是减息上 我相信黄金不是唯一 你要去追的资产 很多资产上 都会受惠美国减息 第二 地缘政治因素 我觉得这是最支持金价升 最多的最主要因素 另外就是说 譬如人民银行股 简单一点 内地继续买金 或者可能印度 不同其他地方 买开金的继续买 我觉得这个趋势没变 但问题就是 刚刚说到1、2、3的因素 1和3 也不是短线 近期才改变的因素 短线改变最厉害的 就是中东地缘政治因素 这个的确是没错的 我觉得是推升金价创新高 最主要原因 但问题是来 如果这件事是短线很疏 就是地缘政治因素 大家固然难分析 大家都是猜猜的 但问题是你看过油价 油价又不是抽升上去很多 油价试过因为这些因素抽升上去 但近期都回落了 所以你说 当然你可能说 因为环球经济状况 没有自然那么热 油价难升上去 但我觉得 最怕就是这些 你回套 所以我觉得 你买金矿股 那些我就担心 短线会有点点 不敢说 这些位置 因为一回的时候 风险很大 但如果你买黄金ETF 或者你追现货金 这样计算的话 这些位置 我觉得再向上望的风险 即是回调的风险 不会很大 但就算地缘 突然一下子降温 你现货金的都是回1-2%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在资产配置上 我觉得你持有点金 我觉得是可以的 都会是一个 会提升的资产 但是这个资产配置而已 但如果你纯粹单一操作的话 问题就是 升得相当地没那么多 我觉得整体 仍然从 Risk and Return 即是风险回报上 不算是特别化 可能买美债 我觉得还好 是 好 那可以多留意一下 比如美债 你都会建议大家 TLT? 是的 都是那类 因为同样道理 大家都会受惠美国减息 我觉得债的受惠程度 会更加直接的 比如说 中国人民银行 鼓励内人去买金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或者好像白非得位 都是在增持债 即是加强现金部署 所以同样是买金 所以道理其实是类似相似的 当然是两个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整体 是二选一的情况 或者是广东市买金 我会这么想看 我会这么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港股上星期五的表现 重上了一条牛红分界线 成交也上了一千亿流上 恒指上的星期五高开176点 最多升364点 收市升321点 收报17430点 升1.9% 恒指收市报价资讯是由IG提供的 国指收市升126点 收报6161点 升2.1% 波指升超过2% 收报3459点 大市全日成交1014亿 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金额47.3万 继续买入指数ETF 盈富基金制继续最多北水淨入 金额23亿8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6.9亿 恒生国指ETF有4.2亿 小米有1亿1千万 联通和中海游也有1亿 美团领得最多北水淨出 上星期五金额2亿6千万 建行有1亿3千万 与Arnold谈谈大市 美股是我们形容早上开派对 港股上星期五 都是做得OK的 从上2百五十天线 指数方面 就去到三个星期的最高水平 还有成交 虽然你都说偏低 但也算是上1千亿约上 起码也算是建设一个 比较好的 对 变线走势上是否可以看高一线 所以高低这些要看你的角度 如何去看 如果用一个星期 那你说一个比较稳定的参考教育 给大家看看 如果一个星期的成交 我现在可以说是创一个星期的新高 但我又这样说 也不会看得太比划的 我觉得暂时说 正常说焦点是这段时间的业绩期 如果你看上个星期 上面有腾讯 尼巴巴 京东更加厚厚 即是绩后的表现上 有资金去推出 市场其实是过分被估 我觉得暂时有很多公司 都未出现业绩 但还有些不是太健碩那些 但都是市场比较好捕 其实整体而普遍 我都出了一点 我想说总括来说 当然整个情况不错 但如果你用一个总括来形容 就是说 业绩不是特别好的 但也没有市场预期中那么差 就是说之前市场过分悲观 所以说成交架极低的时候 通常极低之后 永远就是不代表一定升 但通常就是要么大跌要么大升 通常成交架极低的时候 就会转入一个叫物极必反状况 因为市场一找到的方向 很容易拆掉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恒指也是同样地有机会转势 但问题就是美股一早转势转回升 你现在港股上 都开始有一个追落后的状况 但在炒进的就完全不同 但又要想深一层 其实美国减息这个因素 对港股来说 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第一方面人民币 起码不是像过去几年那样 不断地跌下去 中美的息差上也会有所收窄 这个对于中资股来说 不多不少都会有个帮助 而这次业绩上 譬如我们拿回京东 和阿里巴巴为例子 如果在收入增长上 包括我自己第一眼看的业绩上 我自己也觉得收入那么弱 即是和一些中移动 或者相关的防守性股份上 收入没太大分别 大家觉得有忧虑 但是市场的观点 就是看GNV GNV就是实际上 GNV的增长上 当然也不是特别快 但比整个零售行业上 虽然反映着市场现时的期望 要求相对非常低 现时的业绩就算是比较好的预期 或者看到市场 最重要的不是比较好的预期差的预期 让市场的观点充满 未来下一季 实际的状况 有机会持续改善 那些东西就会炒上去 所以我觉得暂时短线来说 恒指应该会有条件 看回18点流上 我觉得暂时就不要看得太悲观 18点的时间点是怎样的 8月尾 纯粹在8月 如果大约行1500至2000点波幅 那就是大约17,900至18,400 这些水平 纯粹用波幅论来做判断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 在看的业绩就会表现 而最影响恒指的业绩 我觉得是一些浪人股 但是浪人股就是 29、30、31 最后的3天才出 所以你纯粹要判断 什么时候 那是难的 某程度上真的要猜猜一下 短线来说 但是突破到17,600 这些阻力位 其实技术上真的正式突破 其实是有条件再继续走一阵 是的 我们现在和大家跟进了港股 对原盘最新的情况 转头和Arnold谈谈 什么公司这个时间是直播的 恒生指数今早是高开 高开140点左右 17,569点 上星期五已经升穿了250天线 现在的水平进一步逼近50天线 国企指数略为跑赢大市 升53点开市 另外科技股指数也是跑赢大市 升超过1.6% 升57点 3516点 职货月期只升180点 17,600点 高水30点左右 见到科技股指数是比较大幅跑赢大市 和大家跟进了科技相关股份的表现 京东上星期出完业绩 上星期都是做好 今早再高开5% 去到113.8% 阿里都是上星期出了业绩 升1.5% 81.3% 腾讯377.6% 美团未公布业绩 今早都能够高开2% 109.8% 网易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今早高开2% 另外京东物流 上星期五公布完业绩之后 急升超过2成 今早继续高开1% 9.59开始 与阿罗聊聊 大市都8月底前 也剩下两个星期左右 都看18,000点 在这个背景之下 有什么股份是直播呢? 你会选择未公布业绩的 举例你刚才说的耐银 或者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的 快手百导 或者未有业绩时间表的美团 还是公布业绩市场收货的 例如今早又是继续高开的京东 或者是金沙的那类 如果简单点 看你买东西的角度 如果你只是买一只股份 那现在你追恒指就可以了 你起碼可以带着十块 就算不是只是买一只都不能无限买的 所以不是就是买一些恒指的ETF 假设你是不能买无限买 如果純粹硬要有这么多只去选择 目前来说你可以考虑追恒生指数 就是2800 或者甚至做杠杆两倍的恒指相关ETF 这个是本身的考虑 但是如果你值得买 我觉得整体而言 你可以考虑在资产配置上 把一半的资金放在一些值有股 另一半就是博业绩 这样去炒 博业绩博一些什么 我觉得可以博内容股 或者可以博一些 如果科网股上面美团 我觉得可以博 但是你说如果涉及相对比较高风险 就是什么 网易啊百度的 你看到今年都很落后的 那些风险是大的 而小米上面小米汽车当然 这个中性 我觉得屡次有50-50个中实际状况 就是大家都知道小米的汽车上面 是今年的市场小点 买得OK的 但问题是汽车行业卷得很厉害 但是手机上其实是稳定的 我觉得小米倒是OK的 但是在区域上面 即是博业 即是博业未出车 我会觉得美团小米 当然你可以博完小米再博美团 就是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同一注资9问题 这个就是风险你在注码上控制 但是你还在说 我觉得即后近期见到值得留意 我觉得阿里巴巴可以留意 所以你问我以往 我都不会特别喜欢阿里巴巴 我觉得这间公司慢 甚至在故事上 没有太多图片在 但是改变不只是出席的 如果你看我自己在外面做节目上 在7月底的时候 他公布了新的原件服务费之后 一些退货的优惠政策之后 我觉得有条件可以开始博 很多大行都是 就是博这个新的政策上 对商家更加有利 你对整个平台GNV 甚至CMR 就是在客户服务收入上 各方面来说有所提升 大家就是在看这些东西 这个队演其实很长时间的 2025年才能反映出来 现在偷步炒了就是炒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巴的目标估值 看得到90万元 但是出现业绩之后的升势 就预料比较长时间一点 腾讯一直看好 我觉得都是继续行业首算 另外出现业绩还有什么可以留意 防守类型的股份也要有的 我觉得上周我们做节目讲中电那些可以 当然不算升得多 但是价格也够稳定 市场继续跌下去的时候 它也没有跌下去 但是如果是短线留意 我觉得好像港铁那些出现业绩 就是上周出现业绩 其实可以留意 第一方面就是地产行业本身会很受惠的减息因素 因为突然要流价大升 我觉得当然做不到 但是问题是港铁 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地产业务 就是你还有说那些客运业务 各方面来说 令到整体延绩的股息率 现在接近4.7厘左右这些位置 开始吸引的 你没有可能港铁去做到 我说有6厘7厘这么大 就夹那续大条 所以暂时看到 为什么即后股价都大胜 我觉得你出完业绩之后 一定是追求一些 强势的股份 但是就抱着中线的深淡 所以其实真的不同类型的股份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 好 科技股的 阿努建议大家可以考虑9988 防守的可以考虑港铁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 谈到恒指贵减 上周五出了结果 恒指成分股没有变动 维持在现水平 不过有两点可以谈谈 先谈谈 原本市场有充劲是有变动的 当中包括ASMPT522 市场充劲有机会严蓝 另外就是有中远 但是没什么录得大升幅 唯独是ASMPT 其实一个星期内就升了16% 不过严蓝落空 但它就立入了成为科子的成分股 它之前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 除了盈利倒退五成之外 还发了一个颇差的第三季指引 股价当日单日大跌超过两成 上周急升 也未上升到急跌前的水平 这次期望落空有货的 你觉得在ASMPT上应该念中吗 我觉得其实未必关炒蓝 很多时候升 你觉得纯粹是涨蓝 最主要问题是涨蓝是否支持股价升 最主要因素 你纯粹看图上 反映出现业绩大插 技术超买 然后反弹 未必代表收服实地 所以有时候的故事 你现在又看到它进不了蓝头 但结束又散了 实际状况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半断是否应该买 这个未必只是 纯粹这么肤浅 跌得多反弹 实际因素 这么肤浅 如果你在说 连着981 中芯 和华雄半导体 总之半导体行业 以内地的半导体行业来主 你见到一个实际状况 其实是在说 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 例如苏文化 无论是中芯 国际 又或者是华雄半导体上 产能利用率 就很明显大幅提升 这个就是说 行业有个好转 但现在是人家产能利用率提升 不是去到一个实际状况 是说供不应扣 要投放新机 所以对ASMPT来说 即是在半导体的制造商上 未必有这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 我不一定建议去买 但如果你其实看回业职之后 出得比较好的 中芯在过去一个星期 就是一样的低位 升到一成几左右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未必真的特别ASMPT 就是炒染蓝 特别在染蓝上面 很多时候大家心里有条素 就是说公司市值 大约到五百多亿以上 才会有机会 留入蓝筹 你看看ASMPT上面 当然可能因为 它急跌下来 就是你用之前的估值上面 大家可以计算到 值有机会染蓝 但如果你用最新的估值来说 应该机会不大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目前讲股的时候 其实你问我上周五个点留言 我觉得整体而 我们未必应该将它的焦点 放在染蓝的因素 做炒作 相反来看公司的基本因素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用这个角度去看 会相对比较好 好啊 除了科技股指数有变动之外 其实国子也有变动 最新就是纳入了极透1519 以及新东方的 剔除了商汤和京东物流 特别想跟你谈谈京东物流 因为它虽然是被剔出国子成分股 但因为它上周五公布了一个盈利 就是急升20倍 股价周五也升了22% 去到一个月的位置 看完调数部署上 在京东物流上 你有没有建议 所以一个更加好的例子 让你听这些指数的变动 基本上是你不需要去参考 我觉得如果你看到京东物流上 的确说的市场就是预期太低 你看到突然间因此大息 但其实你看到 无论是ETN的报价机 也好市场有任何的报价机 其实是预计了大幅回升 但问题就是整个物流业 是不是真的有可观的持续增长 或者盈利能力上 我觉得是从一个极低的基数上 一分上来 所以在短线部署上 我觉得你可以跟着技术走势来考 譬如今天开市的 开市位上做一个指示 两个多百分之后三个百分之后 然后博计它再升多 但是是不是特别抵炒 我就不是特别想炒一些 物流股 因为你始终正体研 你业绩固然看到一下 大幅估值收正 但是持续向上 我觉得物流业始终暂时来说 value added 就是价值上 不多 我觉得宁愿你买一些电商 可能会相对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京东也是这样的 虽然短线我们看到 看到升得比较多是京东物流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些位置去追的话 我宁愿你去买京东集团好过 因为暂时来说 物流股 我觉得整体仍然都是比较适合炒的 但是如果你纯粹用投资角度上去看的话 我觉得电商可能会暂时来说比物流好 好笑 说到物流 就是极兔新纳入国子成分股 都是做一个速递的业务 现在版面看到股价是在升8% 最新7.38% 升幅比京东物流大 让大家参考一下这个资讯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走 日本九州贡旗园 8月8日发生7.1级地震 当地气象天使无前例发出巨大地震预警 警告日本东南部出现大地震的可能性提高 警示范围包括大阪、和歌山、三重、静江地区 虽然地震预警在科学上有争议 但是港府已经因为敢警惕港人 去日本旅行要留意 直接影响到旅游保险包不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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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me 不想消费可以用啦 8月8日Payme推出了银轮虚拟卡 不单只内地 澳门等全球46个市场都用得 那怎样开通? 实际不想怎样用? 汇率又是怎样? 看完今集理财最前线 你就明白啦 在不断进步的技术加持下 冷冻包装食品的做法和品质得到改善 加上疫情时消费者有很多机会接触 由初创就在疫后加入竞争 大家好,欢迎收看疫情床子讨论 今天请你敏感 敏感,你好吗? 你好 当然要找你来摆墨 最近投资者心很慌 是 环球的资产大幅波动 股市我们也说了一两集 是 也是说日元拆仓之类 未来几个月 其实整个环球市场 都有很多风险因素 我看到辣到连商品市场 很多都跌到 好像出现了衰退似的 发生了什么事?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资金融上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进在ET财字拖 回来节目时间 和大家继续跟进 谈谈股的最新情况 现在升幅扩大 正在升186点 上了50天线上 提醒大家 上星期五已经升到 右控分界线上 国企指数现在升80点 科技股指数最新 升超过2% 正在升80点 看看科技股板块最新情况 京东升5% 京东物流升3% 其他热门股份方面 汇控最新靠稳 升4.5% 港交所今个星期即将公布业绩 最新升1% 邮邦都是今个星期公布业绩 最新向下51.9毫半 石油相关股份最新各别发展 一切看经济报今次的问题 这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中国建筑3311 选择原因是中国建筑将在今日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预料销售额和顺利 按年都会六日增长 美国联储局在6月份 启动逆后第一次减息的几率变成高 在全球多个主要央行报入减息周期下 每股派息稳中有增价收息股吸引力回升 当中可以留意 至到2026年预测每股派息保持每年增长10%以上的中国建筑 公司具有国企背景 配合技术优势 受惠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的建筑基础 由6月中联储局议息后 一众劝商给予中国建筑最新目标价 平均13.62 较公司上星期收市价11.14 高出超过两成 投资者第一注 不妨后中国建筑股价回待11元以下买入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10元水平 可以加注 短线体券商平均目标价大概是14元的水平 或者持有作为长线收息的用途 但跌穿9元的关后就适而止 我们就回答投资者问题 今早港股暂时做得不错 好 腾讯大家都有问题 第一个就是Akinda想问你 他就说想买700 那什么位置买会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现在现阶段买的问题 其实你说业绩后 当然看到业绩后跌落 但其实我觉得这就和市场炒作的因素有关 刚刚说我们这段时间 港股上炒的东西 就是说有些市场预期太低了 所以有些股份上之前跌得太差 那腾讯不是的 那腾讯是说市场本身有很高的预期 那你是在业绩上面 其实在业绩发布上面 我看到你特别看记者会 就是在业绩发布会上面 市场关注可能导致到 即后跌下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他和苹果公司的争议等等 那如果你说这个争议 导致到股价跌了一点 我觉得是视为一个吸纳的机会 除非当然你觉得这件事件上面 对腾讯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影响 但如果我的判断上 包括自己的想法上 就觉得不是的 那就应该去买的 那些落差 即是短线 导致到短线股价 即后一两天的整体表现 但实际上长远 你都是跟公司的基本因素 那如果你说公司的 市场这么高的预期的情况下 都不会跌下去的 市场的预期不会只是在业绩出来 那段时间是一两天在的 我觉得随着广告业务 游戏业务 各方面的因素上 就算在金融科技上 如果整个环冠经济 整个市场的气氛 都会更好 它一样都可以实际上违反 所以我觉得整体现言这些位置 一腾讯出现 我觉得都是继续望四百多元 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如果你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去买 10月低以后 我怕你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什么时候去买的情况下 我觉得答案就是 现在最入去的问题 风险真的不大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100天线 作为一个止泄位 都是357元的水平 所以风险真的不大 我觉得是抵博的 好 因为马太也问你 有没有机会上网400元 譬如你刚才也说 都是时间问题 你自己判断的时间点 何时有机会上到400元楼上 如果纯粹判断400元 那是今年来 一定是 如果今年来400元也看不到 不要买 简单一点 但问题是整个目标体多少 目标价会跟着整个宏观 经济环境 释放气氛 以改变 所以一直以来 你只是从技术走势 如果整个技术走势上 突破到400元 你想想 就是近期的环境间 有一个突破了 量度升幅地算 如果近期最低 落到350元 那你就看450元 但如果你用估值角度上 现在市场上 最乐观的大行 看到500元 有没有条件做到 现阶段 的确不容易 但是估值角度上 如果整个公司 游戏业务又重拾了增长 然后在宏观经济环境上 譬如第三季 在广告业务上 因为奥运这些数 突然扯到很高 这些预期出来的情况下 估值真的有机会再向上升 但是广告业务的基数 我开始看到真的太高 现在不敢给一个太落估的目标价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广告市况上 设定目标价 也不是很划算的事 重点是设定指示位 我觉得整体而言腾讯 其实真的不穿350元 我觉得整体而言是值得的 用中枪才拿着的 好 我们讲讲李宁 有朋友想问李宁 她是20元买了 她说现在如何部署 李宁上星期 其实出了上半年业绩 盈利下跌8% 当天也升了一下 之后也跌下去了 李宁如果20元有货 你会怎样建议她做法 首先不要乱架 最简单就是先不要乱架 事实上 李宁上也是个 用品行业当中比较弱 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港股的市况差 我们不要用到几年 就是这一年计 但其实看李宁和安踏的跌 大家都是跌的 跌的幅度差很远 原因包括股值 公司的价格定位 库存的压力 这些全部都是市场关注的因素 出业绩 你看到业绩后 股价也升了一阵 包括说什么 就是市场之前太过悲观 但你看到股价也升不起 原因就是大家最关注 目前还没说这一刻 就是你问我一开份业绩 我第一时间会看什么 全货周转天数 如果你看到业绩上 公司也有说 它的负存压力上 还是健康 它是这样跟你说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全货周转天数 还是升上去 这是细续角度的问题 健不健康 我们不知道 但市场会在害怕 短线市场仍然在害怕 老实说 你20元没什么可以做 要不就是买一些保护股 就是买一些保护股 就是买一些保护股 来做一个保护股 等等的实际状况 去对冲回风险 要不就是说 继续持住 你如果有多月的资金 就投资其他东西 靠一个Directify的方法 去降低你整个组绩的风险 你只可以这样做 如果纯粹单从追诈股策略上 穿13元这些位置 甚至要镜 现在短线市场正在试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你考虑一下 自己的持仓水平 会不会太过重 如果你不重的情况下 暂时来说先放在一边 我觉得唯一可以做的政策就是这样 好 Ken就说 他错过了京东和阿里的业绩 今个星期有哪只业绩股 还值得留意呢 他提了几个 例如快手、小鹏、小米和港交所 你会建议他如何选择 你刚才节目开手的时候 小米是名过的 是吗? 是吗? 其他的三只股股股 不需要你换 我认为是可以拼搏 用近期市场纯粹高风险 就是因为市场太悲观了 有机会问我 像小鹏那些 其实今年小鹏的新车上的反应 的确是不差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本身车股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板块 你要去拼搏 那你自己要想清楚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 风险承受能力上 因为能拼搏的 升一成多有多难 但是业绩后 坐一成多上面 其实真的好像推白家乐那样 所以问题上 风险回报上 未必会受损 但是例如小米 美团那些 我觉得杀伤力有限 甚至整个升势 有机会保持 所以我认为是 即前做部署上面 其实我觉得是留意 这些 甚至其实留意 如果大家炒股票 都是为了赚钱 不一定每次 要考虑 选一些即前的部署 你即后上面 阿里古巴尔 现在整个图片画到给你看 简单一点 内地的概念就是画饼 现在画到一个图片给你看 就是之后 整间公司的模式 又可以怎么改变 如何抢回市场线有率 租不租到 我们不敢保证 但起码短线 股价是重拾了升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纯粹 在追加股的策略上面 不一定是要选一些即前部署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就是阿里巴巴 或者说小米 我觉得值得留意 至于小鹏上面 你真的要博 小鹏其实也可以 但是自己要想清楚 是否有一个风险政策 对 说回内地汽车股 今早也是普遍做好 因为内地推出了一个 以舊换身的政策 一直都有 今次最新的消息 就是加码的 所以今早看到 汽车相关股份 也是普遍做好的 好 那我们回答一下 好奇宝宝的问题 他说 日元拆仓潮很像那段落 他说 大户有没有机会重新建仓 例如高息中特股有没有机会落落 原材仓潮和高息中特股没有关系 即是你见到星期一 8月5日那段时间的港股 也没有怎么跌过 即是你在炒两样东西 日元拆仓潮那段落 导致未股升上去 故事已经结束了 即是你很难硬 将整个故事再拿到港股市场上 但在中特股上面 就是看内银股 排息政策有没有改变 或者是排不排中期息 就是说改变的政策就是排中期息 你说得再正确一点 简单来说 你现在正在倒下 会不会排中期息 我觉得是可以的 也说了整年KPI 各方面因素上 即是会不会这些市场 即是和市场对着个案 老实说 我又不敢拍什么保证 这些真的是个案公司企业 即是有时不知道管理层 但整体现言 我觉得现在你看到 为什么那些落人股这么强小 还在贴在52周身高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 大家都在冲敬这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冲敬的 但真的和原则相似有没有关系 好 好 再回答JK 他说联想是否手机设备股当中的首选 手机设备股联想 我不是很抓到个关系 其实联想现在正在找的AIPC 就是随着AI需求 就是说这些人工智能发展 其实最终都需要一些终端电脑 或者数据中心等等 联想的确是有这方面的业务 联想的手机品牌上 我想都未必是市场的大焦点 因为主力都是大一些 叫做低档次的市场 暂时市场都不是看这方面的焦点 我觉得整体现言 联想其实搜到9.5这些位置 我觉得又不会太差的 有货的可以够抓住 但短线真的未必特别当炒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 就算在外围股市上的 AI投资焦点 都是去到老头公司身上 即AIPC的概念 通常都是 整个AI行业炒到很难再上 然后资金才会退一层 去炒一些二线的相关股份 就像AIPC等等 所以暂时联想 排除9.5这些位置上 拉锯的机会比较大 但如果有货的 我觉得可以够抓住 也有条件再看看审问楼上 好啊 好 我们看看一些有消息股 最新的股价情况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好 现在最新的情况 先说优品360 2360 公司的CEO 许智群 被廉主拘捕 但未被起诉 上星期五 中午的时候停牌 今早恢复交易 最新跌3% 1.51 香港科技探索 就出了一个盈利预景 中期亏损蝕 最新虚虽2500万 所以股价现在亦是跌1% 刚刚提到 内地推出汽车已既换身的补贴 加码 看到汽车相关股份今早做好 其中最新的免额5% 涨超过4元 今日威来和小鹏升幅超过3% 和大家看看大市最新情况 现在国企指数和恒生指数最新升幅超过1% 科技股继续跑人大市 最新升2% 升90元 节目完结前提提大家 今个星期有什么业绩和数据值得留意 今日即将公布业绩的有华润啤酒、极吐 中国建筑、行安等等 星期二有中国电讯、快手、泡泡马特、 信羽、同情、小鹏汽车 星期三有小米、港交所、吉里和网易 星期四有中国平安、友邦、东方海外 星期五有中石化、紫金、中煤等等 数据方面 美国今晚会有领先指数 星期二有费城联储非制造业指数 星期三有NBA抵押贷款申请 星期四有全球央行研会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制造业和服务业 星期五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会在全球央行年会发现 另外还有新屋销售的数据 今早就多谢《枯图证券》的首席分析师谭志乐 陪伴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提问你有没有持有吗? 也没有 谢谢你 我们明天有艾德金融董事陈正芯 陪伴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月线留言提问 明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